记者万瑜甄永康报道,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府结束,市议员初选民调即将登场,永康区民进党市议员原提名三席,市党不惊严拟增加一席次,渴望变成六抢次的局面,其中参选人之一的陈宗明经已传承之姿,发表新的竞选歌曲。 民进党台南市议员第七选区参选人陈宗明已传承延续之姿,经发表竞选歌曲及MV影片,希望在初选民调到数一个月努力冲刺。 影片内容为陈宗明去年三月宣布投入参选后,一路以来走访永康39里的画面,歌曲则是有人已竞选标语,正派传承看好永康为其甜词谱曲。 陈宗明表示,郎郎上口的歌词与曲调,增添竞选时宣传车的趣味性,有人也建议可拍成MV在网络上宣传,因此竞选团队以电影总扑时主题曲MV为发响,在永康特色景点像是天宫廟五龙宫,昆山市场,忠孝球场等趋劲,搭配简单的舞蹈动作拍成音乐录影带。 陈宗明也说,永康39里已绕过三次,这一年来自己也瘦了将近10公斤。 这些点点滴滴现在搭配歌曲呈现出来,特别有感觉。 陈宗明自愈自己像一张白纸,在前议员郭国文服务处担任执行长幕后为名服务长达20多年,首次要在台前地以现为名喉舌,希望能活络地方发展,也传承监督市政的任务。 而最后一个月的充施,希望歌曲与影片能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。